大家好,我是浩宏仁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Bandai Basket Chronicles系列 PlayStation跟Sega Saturn 這兩者在當年並稱次世代主機 因為在1994年之前 整個家用的電視遊樂器主機市場 可以說是任天堂獨佔牢頭 但是到了1994年之後 整個局面就改觀了 因為當年電子業的龍頭 Sony推出了PlayStation 遊戲界的霸主 Sega則推出了Sega Saturn 這兩者都是採用了最新的技術 強大的運算器 以及最具突破性就是它用CD-ROM 因此整個容量跟以前的卡架 完全不是一個境界 因此整個遊戲體驗就非常的不一樣 包含整個畫面非常的流暢 甚至連登場人物都有自己的台詞 因此也開啟了後來90年代的 遊戲機戰國時代 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大作 所以我相信只要是經過90年代的朋友 對這些主機應該都有一定的感情 這一次推出的組裝模型 我們就一起來研究一下它做的怎麼樣吧 首先呢 PlayStation第一片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就是四色的板件 不過呢 這個主機板的部分呢 它上面就是綠油有一片 它裡面有兩個貼紙 一個是像這樣子的 這個彩貼 另外一張是像這樣的絲絲貼 上面有一些符號等等 接著呢 是它的這個透明的CD-ROM 以及呢 它的像這個 這個連結線啊 以及相關的零件 然後最後它的主機殼跟手把等等 那最後當然還有它的說明書 就說明了整個PlayStation 當年的來龍去賣 好 那接下來Segger Saturn的部分 當然也是一樣齁 不過第一包是看起來應該是主機跟把手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絲絲貼 然後接著呢 它還有藍色跟這個 淺的咖啡色 比較接近橘色 以及呢 它有一片透明的CD-ROM 跟這個連結線 然後呢 同樣是四色成型件 以及呢 這一片 貼紙就比較厲害 它上面就有一些精彩的大作囉 譬如說這個是VR快打 3D格鬥遊戲的始祖 然後櫻花大戰第二集 還有 飛天幽夢 這些都是在Segger Saturn時代的一時的強作 那最後還有它的說明書 那我們接著就把它給組裝起來吧 組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尺寸 首先呢 PlayStation它的長度大概是10公分左右 寬度呢 大概7公分 厚度差不多是1.8 然後呢 它的手把的寬度則是大概5公分左右 那這條線呢 我們也稍微量一下喔 從這裡開始一直量過來 這樣就3公分 大概30公分 30公分 還不止 30公分 再加16.5公分 大概46.5公分左右 那另外 Segger Saturn的部分呢 它的長度則是10公分 寬度大概9公分 厚度大概2.8公分 2.7公分 2.8公分 另外呢 這個手把的部分呢 則是寬度大概是5.5公分左右 而這條線呢 這超級長喔 我們從這邊開始量起 一直量過來 現在 這樣就30公分了 然後再來 拉直 喔 60公分 再來 60 再加21 所以大概是81公分 差不多快兩倍這樣的長度 好 那這兩者呢 當然外觀設計上 就差異蠻大的喔 那這一次它模型的比例呢 是2.5 那所謂2.5就是 至近這個25周年嘛 那事實上2.5是5分之2的意思啦 那5分之2的概念就是40%喔 也就是說它只有圓寸的40%左右 所以原本的這個主機呢 現在變成掌中型的主機喔 這個尺寸拿在手上是還蠻剛好的 那不知道大家對這兩者造型上面有什麼想法喔 其實我當年一直覺得 雖然說Sega Saturn做的比較大台 可是它的整個線條我覺得是比較有設計感的 那另外它手把的設計也差異蠻大的喔 譬如說像PlayStation它就是旁邊這兩個可以握住 那它的LR在這邊有一些按鈕 但是呢它的十字的部分呢 它是做四個按鈕 然後呢這邊有四個按鈕 那至於說呢 這個Sega Saturn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十字扭的部分 它是做成像一個圓盤一樣 可是它的按鍵呢 ABC XYZ 其實這個是比較符合這種大型機台的設計喔 那所以這兩者呢 其實在當年各有支持者啦喔 但是呢 真的所謂的小孩子才做選擇嘛 真的遊戲的玩家呢 當然是兩者呢 都應該要體驗一下 才真正知道這個次世代主機的魅力 接下來看到PlayStation的部分 首先呢它的造型還原度還是不錯的 跟原本的主機相比 它該有的零件該有的結構基本上都會有 那除了它的電源線沒有附之外呢 其他的大概都是完整的 不過呢 每一個零件它都是沒有任何作用喔 就是一個樣子而已 那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洞對不對 事實上這邊有一個蓋子 但是前兩天煮完之後呢 我放在旁邊 現在一時找不到喔 這邊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裡是有個蓋子的 那另外呢 它因為塑膠射出成型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大面積的地方呢 難免還是會有一些水紋喔 所以如果你很在意的話呢 就可能需要自己去做塗裝了 但即使是不塗裝的狀況下呢 其實它的這個成色跟原本的PlayStation 還是蠻相近的喔 那再來看到左下角這邊呢 它有一個電源鍵 其實它是可以微微的往下按一點點喔 但是按了也沒有用 因為這個燈呢是不會亮 那當然也不會有真正的動力喔 那左上角這個Reset鍵呢 也是可以輕按一下 這個淺淺的這樣子有按壓一點點的手感 那再來呢 它的這個右邊這個呢 是它的光碟機的開啟鍵 按下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光碟機呢 蓋子就會打開喔 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這個光碟 那不過它只附了一片這樣透明的喔 如果你要想要重現它的樣子的話呢 你還是要去貼貼紙 那同時它這邊有做它的 這個CD-ROM的讀取頭 然後中間這個軸也是可以轉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裝在這個上面喔 它的整個造型跟結構的還原度還是算是不錯喔 那當然你可以再把它蓋回去 那再來呢 它的手把的部分呢 它的線也是跟原本的這個結構整個質感都是差不多 但是呢 這些手把上面的所有的按鍵呢 都是不能按喔 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那上面呢 也一樣有一片這個記憶卡 但是這個記憶卡呢 跟這個手把都只有一片喔 那當然你可以從一批插到二批 可是呢 也是一樣喔 都沒有任何作用 那如果你想要雙打的話呢 那你可能就要買第二台喔 那不過 你會覺得說 怎麼只附一個 事實上呢 當年你買PlayStation的主機的時候呢 它也是只有附了一個手把喔 那這個第二批的手把 同樣也是要另外買的 那這一次比較有趣的部分呢 是它除了這個手把可以整個拔掉之外呢 事實上呢 它是有做內構的喔 那包含整個裡面的這些IC版 主機板還有一些晶片等等 基本上都是有做出來 這邊也可以看到 它其實這邊有做了一個小小的蓋子喔 所以當你插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往裡面縮 那如果你這樣搖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蓋子也是會動 好 我把它整個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構 其實就 內構都可以看得到 包含這個前面這一塊 也可以整個拔起來 那這邊呢 這個敲敲板呢 事實上就是 這個打開 它的CD-ROM的這個蓋子的一個機制 那再來這裡面的這些什麼IC啊 電容器啊等等 全部都有喔 但是全部都是單一一個顏色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仿真度 真的很像的話呢 那當然就是需要自己去另外做塗裝喔 那這些IC版呢 事實上也都可以 一個一個像這樣拔起來 那尤其是綠色這一片喔 它的結構也算是做得還算精緻喔 但是在完全沒有塗裝的狀況下呢 看起來就會比較單薄一點點了喔 而且不只是這個主機的部分有做內構喔 包含它的手把的部分 也是一樣 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手把裡面 也是有做內構的 除了它的按鍵是個別的零件之外呢 包含下面這個主機板 不過這個主機板的部分 就做得比較簡單一點 即使你把它拔起來呢 它也就是這樣子而已喔 接下來看到PlayStation的部分 首先呢它的尺寸 比起PlayStation 算大蠻多的 而且它的造型上呢 多了很多弧線的設計 那再加上呢 像這樣黑色透明零件 就感覺具有非常智慧家電的那種科技感喔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它比較有設計感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它前面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蓋子就會打開 打開裡面一樣可以看到這個透明的光碟片 那我是不貼貼紙的喔 所以如果你要重現這個遊戲的感覺的話呢 你當然就是需要去再另外貼貼紙 那裡面呢 一樣有這個透明的讀取頭 那同時呢 有一個可以轉動這個軸 可以再把它裝回去 像這樣子蓋起來 那後面這邊有一個擴充槽 不過呢 它上面有個蓋子 你只要一壓呢 它就很容易就掉下去了喔 那因為它裡面沒有做這個彈起的機制 所以壓下去之後呢 就很難再彈回來了 那再來我們看到它其實有很多像這樣 鏤空的這些散熱的設計 也都有重現 那後面這個電源線的部分感覺 感覺是做的感覺比較陽春一點喔 那這裡也是有一個蓋子可以開啟 好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再把它裝回去 那當然它的手把也是一樣喔 這個是也是附了一個手把 那同樣是一批二批都可以換裝 那如果你想要兩個呢 也是一樣要再去另外再買一組 那再來呢 它同樣也是有做了這個可以開啟的結構 那不過它的結構呢 比起PlayStation 我覺得是有稍微再複雜一點點喔 所以呢在開啟的時候呢 首先你要先把這個 主要的上面這一片呢 整個把它拔起來 像這樣子 上面這一片 先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它也是有 像這樣的這個電路板 然後這個黑色的像這個讀取頭啊 等等的這些零件也都有 那再來呢它還有第二層 不過它旁邊比較多這樣的結構 就要一個把它拔掉 像後面這邊也是單一一片喔 把它拔掉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層綠色的 這個主機板的部分 那也是一樣喔 這個部分需要你去做一些補色跟塗裝 才會讓它看起來比較有那種電子零件的精密感 這是它主機的部分 那最後呢同樣是它的手把的部分 也是一樣的做內構喔 那它的開啟方式就是把它整個把它拔掉就好了 像側邊這樣子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這個按鍵的部分就一顆一顆 這個是ABC 然後另外這邊也有一片綠色的電路板 但是下面也是一樣沒有什麼東西喔 就是增加內構 增加一點趣味喔 好的以上就是 版帶Best Heat Chronicles系列的 PlayStation Sega Saturn 2-5組裝模型的簡單介紹 雖然說它有做內構 但是基本上呢 它還是非常單純的靜態組裝模型 除了享受組裝的過程 跟拿在手上把玩欣賞之外呢 大概也沒有什麼太多延伸的玩法 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舊級的精密度的話呢 那你不如去買一台這個原本報廢的PlayStation 或Sega Saturn 也許還比較符合你的期待 但是呢 玩模型的魅力其實就在這裡啦 有時候你很難去跟沒有在玩模型的說明說 為什麼要花這個錢去買兩台不會動的遊戲主機 但是呢 這個模型它其實就在於說呢 怎麼樣能夠在小比例的這樣的前提之下呢 盡可能去做到還原度跟精密感 那甚至呢 提供很多真正高手可以塗裝或者改造的這些挑戰的空間 那另外呢 值得一提的是呢 其實最近幾年模型的發展也有一點蠻有趣的 就是說呢 除了像鋼彈啊或者是像傳統那些軍武的 或者是這些車輛等等 這些比例模型之外呢 最近的題材越來越多樣化 所以像板帶會擴及到好像這種遊戲主機 或者接下來要出的是日清泡麵這種題材 都是這個一個世代一個 一個美好歲月的一個回憶 那尤其是PlayStation跟Sega Saturn 那我想呢也是陪著許多玩家們呢 在19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呢 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歲月 那因此呢 這一次這兩者呢 能夠推出組裝模型 我個人也是覺得蠻欣慰的 那只是說 除了這兩台之外呢 不知道會不會再有機會 再把一些比如說紅白機啊等等 也有機會能夠再推出 那就讓我們繼續期待下去吧